这张图是水利署画的一夜水定图 这张图是中央地调所画的波地灾害图 这张图是水宝局画的泥石流 土石流风险地图 散在三个部位 我邀请银剑署把这三张图 叠成一张图叫做台湾风险地图 全台湾都画好了 我只是修北台湾给你们看 我2013年拿到这张图呢 我愣了一下 一堆人住在非常危险的地方 他的房价还靠得不得了 我最后选择不主动公告 但是你们上我们那支部的网站 他都在里面 为什么不主动公告 因为这张图是专家在看的图 这张图不是你们拿来买房子参考用的 是专家在解读的 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不主动公告 但是交给地方政府 交给了所有的地方政府 要求他们重新检讨区域计划跟都市计划 未来台湾土地使用标的 是根据不同的灾害等级 政府定出一个20年30年的目标 慢慢把住在危险地方的人 把它给换出去 把坐落在地质不稳定地方的基础建设 把它给台湾出来 这个东西才叫做前瞻 真正的前瞻 这个才是前瞻 可是一样 我在的时候是优先顺序 我离开以后呢 不能讲说后面的同事不做了 而是做的力道就会弱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要做这件事情 你就踩到了一堆人的红线 你就会得罪了一堆的既得利益者 但是这件事情是非做不可的 所以我们把这些图交给了地方政府 告诉他内政部出钱 你们去跟土木计事公会 结构计事公会合作 在2014年的年底 把要倒掉的房子 给我找出来 像这样的房子 找出来 可是问题是 你们解决这个问题 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钱 财务规划 你要花多少钱来干这件事情 可是我又不能提出一个政策 把所有人都吓死 然后没有答案 所以我就开始思考 思考什么 都更 什么叫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就是把一个低价值土地 让它变成一个高价值土地 在那个过程里面让城市翻转 可是过去都市更新 给人家的诟病是什么 暴力 钱都被建商赚走了 所以我推的都更呢 叫做防灾型都市更新 政府亲自做庄 政府是最大的开发商 赚的钱 大部分都在政府的口袋 我才有钱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在台北 推了五个房家 一起都更 台北五个 新北三个 台南三个 台南那一个 就是在永康跟仁德 我就举一个例子 都更需要什么呢 都更需要地 那我打谁的主意 我打国防部的主意 为什么呢 因为国军裁掉一半 都会去的营社全部空出来了 所以我举个例子 我看上一块地在哪里呢 在101旁边 台北医学大学的正对面 国军的军事保养厂 九公顷 你们知道国军 那个九公顷卖多少钱吗 最近标出去一瓶六百万 九公顷呢 大概是用一千亿再算的 我去拜访我们国防部的 严部长 我们跟他讲说 你跟我合作 他叫做住宅区 他很值钱 你不跟我合作 我把它化成军事佣地 你一毛钱都没有 所以我的scenario是什么 我在这九公顷的土地上面 盖二十栋 四十层楼的豪宅 豪宅 盖完了 你们对101旁边熟不熟 旁边是无星街 那一批五十年的老公寓了 当他盖完以后 我们就把老公寓的人换进来 当然里面有非常复杂的权力 跟义务的交换 细节就不跟你们讲了 把它们换进来 我再把无星街那批房子拆掉 再盖更耐震低密度的建筑物 再把邻近的社区换进来 台北有五个这样的建案 二十年之内 所有的老旧建筑物全部淘汰掉了 都市变漂亮 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 我盖出了房子 十分之一社会住宅 我根本不需要再特别盖社会住宅 我用房子跟国防部换土地 这在民间叫做合建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花什么钱 第一批的营造经费是我付的 我们的住宅基金有四百亿 我绝对垫得起 还有更妙的是呢 根据我们的财务试算 我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 你们知道我在101旁边的豪宅 一瓶卖多少钱 我一瓶卖八十万 我八十万就打平了 隔壁卖多少钱 隔壁卖两百万 所以当政府手上有五个这样的建案 请问你房价是我说了算 还是建商说了算 房价是我说了算 最高明的打方 台湾二十年公共建设做不完 最大的振兴经济方案 一次解决掉所有的问题 几乎没有花多少钱 但是很抱歉的 我刚刚讲的事情都没发生 我这个案子做出来呢 行政院挡了我六个月 不让我到医院回去做报告 我就跟院长讲说 既然我们两个对这件事情的认知 有这么大的差异 我说我不干了 我说我不做了 我回学校去 所以我刚刚讲的是 我在行政院做了最后一支报告 报告完以后 三天以后我就离开行政院了 行政院的决议是 从此不准再提防灾性度更 以免引起民众的恐慌 所以我们在等什么 我们在等一个终极地震 把台北毁了 我们死掉几万个人 发一百倍的代价都救不回来 所以当台南发生地震 其实我蛮难过的 因为这张图都交给了台南市 我们不能讲说 开始做这个台南地震 不会有人命伤亡 但是起码围络都找出来了 住在里面的人知道该怎么应变 结果台南地震完以后 就讲一次防灾行度更 花连地震完以后 讲一次防灾行度更 到了今天大陆忘了 所以我们台湾人 永远没得到教训 这才是我们现在最可悲的地方 我们要如何打造一个 友善的任性智慧城市 人必不能胜天 我们要用一个非工程手段 来解决我们的都市淹水问题 都市越来越热 因为热倒效应 都市越来越热 为气候在改变 我们过去工程界 我们有所谓的保护标准 我们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那 200年提防的高度 跟那个台北市一直在讲的 78.8毫米一小时的这个下水道 可是今天极端气候告诉你 那个保护一定会被超过 可是只要一超过整个城市瘫痪 所以为了失败而设计 就是说告诉你没有一个东西是安全的 可是当万一水淹灌了的时候 我城市的基本机能是维持的 这个东西叫做任性城市 我们要一个城市的任性越拉越长 我们要用一个集水区的概念再看一个 用一个集水区的概念再看一个城市 哈姆斯特丹 荷兰四万平方公里 一千八百万人 全国没有一个都市超过八十万人 人家的人口产业是很聪明地 分在他们的国土的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我们过去都市没有开发以前 它是一个非常天然的水平衡 可是你开发完以后 你的整个都市是不透水的 你从外面带进来太多的水 制造太多卤物水 把整个水平衡给破坏掉了 所以我们希望 这个东西叫做低冲击开发 不是说都市不能开发 而是你开发过程里面 对环境的冲击达到最少 所以应该上它叫做低冲击开发 过去土地从左边被开发到右边 本来该伸到地底下的水 全部跑到路面上来了 钱被建商赚走 政府再收烂摊子 所以我到内政部以后呢 要求营建署 都市计划审议跟排序审议结合 什么意思 建商要把土地从左边开发到右边 可以 它要证明一件事情 不可以从这块基地多流一滴水出来 每一滴水你都要给我留在你的基地上面 这是你的开发成本 就是换句话来讲 就是如何设计一个可以透水 可以吸水 可以保水的城市 这是我两个学生的博士论文 五个硕士论文 事实上都是我学生的论文 重点不是在透水 而是透下去以后 如何跟现有的下水道结合 传统都市设计的概念是这样子的 都市开发越来越厉害 路面上的水就越来越多 政府就忙着做排水沟 排水沟越做越大 淹水问题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的概念 这小的绿点是什么 自宏池 生态池 凹下去的公园 透水的操场 透水的停车场 水先进到小系统 小系统到中系统 中系统到大系统 用都市设计的概念 解决都市淹水问题 这讲起来很简单 中央跨了三个部 再一个市政府跨了五个局 再一个大学跨了三个专业 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工程 但是界面很多 我也不瞒各位说 这是我开给北京市的药方 北京市在2012年 发生一个721水灾 死了一堆人 多少人不知道 隔了三个月 北京市派一个原来的副市长 到我内政部的办公室来找我 他问我说 李部长我们北京该怎么办 我说你们北京该怎么办 他听完又很有感觉 他跟我讲说 这是我们北京市要的 我说我知道是你们要的 他就问我说 那您能不能来北京帮我们 我说行 只有一个条件 北京市政府发一张邀请函给我 我的title叫李部长洪源 只要你发了出来 我免费替你服务 他就面有难事 他说那万一发不出来怎么办 我说发不出来也行 你的一级主管全部送到台湾大学来 我亲自给你上课 但是你要付我学费 结果我离开政府以后 全世界的水利界欢呼 因为这个人在国际市场又出现了 北京市千拜托万拜托 拜托我三个月之内 一定要去北京跑一趟 所以我帮他们设计 第一个海面城市 所以很遗憾 我们自己的东西要在别人的地方才看得到 所以未来都市长这样子 都市变漂亮 淹水问题解决 还有建商还省钱 当我在做的时候 有一堆建商朋友来跟我抱怨 都是你增加我的建筑成本 我说我没有增加你建筑成本 你把它做成这样子 比你铺瓷砖便宜多了 这样 事实上全世界都在做 这绝对不是我发明的 全世界都在做 新加坡做得很彻底 然后德国 Stokholm 你会发现 海绵城市事实上讲 暴雨关于水源 水源经理环境营造 它不但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很多的政治人物 最重要 它最想看到的是什么 土地开发了 价值增加了 事实上是三赢 每个人都赢 每个人都赢 但是它的困难是什么 界面太多了